原理一名29岁的谢信驾驶 疑似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 高速冲撞了一辆单车还有机车 造成了连环车祸 总共三个人分别受到轻重伤 当周一名年约50岁的单车骑士 当场陷入昏迷 送医之后发现他的脊椎骨盆都有骨折 目前还在医院救治当中 单车骑士毫无预警被后方轿车搞手冲撞 整个人向后倒腾空抛飞 重甩路边接着轿车失控继续往前 撞上双载机车后还拖行好几公尺 导致两名富人连滚带翻好几圈 热心民众拿三角追出来警示 这辆黑车还特地回转 挡在车祸现场后面 车体零件解体四下落在车道上 被撞了三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公园不知道 隔壁也不动 你要轮回在摩托 我怕上烧热 事发在这个月十九号早上九点多 二十九岁的谢信男子从台七八线 陡南交流道下台一线方向行驶 连续追撞单车机车造成三人轻重伤 其中五十岁的单车骑士最严重 当场昏迷 送医后颈椎骨盆都骨折 至今还在救治中 因疏与注意前方动态急车车 造成三人受伤 经了解三辆驾驶均无饮酒 驾驶这一分析谎生 导致连环状车祸害三个人受伤 后续赔偿得负起全责 解国宣议原理报道